大家好 我是思琦 今天的美人教室呢 特别为大家带来的呢 是这个年底 圣诞节的彩妆示范 在这个彩妆组合里面呢 它包含了眼影 修容 还有这个唇蜜 还有就是我们的睫毛膏呢 可以让你出门补妆 或在家里化妆的时候呢 你都不需要烦恼 除了一个完整的彩妆组合之外呢 还搭配了一个时尚的金色小包包 除了让你补妆方便之外呢 也可以让你的整体造型更加分 今年的圣诞彩妆呢 洋溢的像我现在手上 拿着这个金色包包一样 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妆感 那我们其实呢 今天要示范的这个彩妆呢 也是就是从这个里面呢 拿出来这个彩妆盒 这个眼影的部分 我们看到有四色的眼影 那我们首先呢 就是用到这个金色的眼影 我们利用点暗点暗的方式呢 让这个亮片呢 跟珠光的效果呢 能够服贴于眼皮上 然后去创造一种 非常优雅的一个光泽感 在金色的珠光眼影之后呢 我们用像这样子的咖啡色呢 带一点湿润质感 而且珠光效果更细致的眼影呢 直接描绘在我们的眼线的上方 创造出一个具有滑力感的一个眼线效果 在完成上眼线之后呢 我们顺着这个眼角呢 连接着上眼线的位置呢 往前呢 运到大概眼睛的三分之二的位置 来做一个下眼线的修饰 最后呢我们再运用绿色的珠光眼影呢 淡淡的晕上 这样子的绿色眼影呢 可以让两个颜色呢更加融合 而且也可以让眼妆呢 看起来更多的变化 让颜色呢在这个光线的这个照射之下呢 有更多的层次感 完成了眼影的部分之后 接着呢就是这个睫毛 睫毛膏的部分 那睫毛膏呢 我们今天特别运用的是 可以维持卷翘度跟这个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来做刷饰 我们不太用传统Z字型的刷法 我们只要呢在这个根部地方填留一下 然后直接往上刷 就可以刷出呢 根根分明跟卷翘的这个睫毛的效果 创造一个好的气色 相信修容是不可少的 我们先沾取这个深色的部分 直接在这个笑肌上面呢 打一个圆圈状的一个腮红 就可以创造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好气色 接着呢我们利用双色修容饼上面浅色的部分呢 沾取一点点 在刚刚那种上了这个腮红的这个外围呢 淡淡的刷过 让这个气色呢能够更加的自然 然后呢颜色能更加的均匀 接着呢我们用还有很多偏光效果的这种裸色唇蜜呢 做最后的这个唇妆的点缀 这样子的裸色的唇蜜呢 搭配上这个眼妆哦 其实呢就可以让这个眼妆呢 能够更加的明亮 会让这个所有的焦点呢 都会在这个细致的珠光上 像Party这种彩妆的效果呢 其实很多人呢喜欢像这种小烟熏的效果 所以除了刚那样子的一个比较珠光效果的眼妆之外呢 我们会再特别示范一个就是属于小烟熏的妆感 运用四色眼影里面哦 就是这个最深的这种棕色系呢 来做这个烟熏妆的效果 那特别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眼尾的部分 慢慢的延伸哦到这个眼窝的位置 不只是做这个妆效的加强呢 也可以让轮廓呢更分明更立体 我们也特别呢在这个下眼影的部分呢 由眼中开始哦 往两边慢慢的晕开 那运用这样子的眼影的画法呢 可以让眼睛呢看起来更圆更大 运用到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从眼头呢慢慢的晕到这个眼皮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和刚刚的这个咖啡色的眼影呢做一个结合 在眼影完成之后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稍微哦 把这个睫毛做一点刷饰 让这个眼神呢还有这个眼影呢看起来能够更干净更明亮 在这个彩妆组里面呢非常贴心呢有一个小粉饼 还有一个小粉铺 可以随时呢方便呢你在这个底妆哦不完美的时候呢 做一点点小小的补妆 新年圣诞节呢 大家再也不用为了彩妆而烦恼哦 只要运用这样子的彩妆组合呢 跟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小包包呢 其实呢就可以打造哦 既甜美又性感的一个圣诞彩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